明天大陆冷气团南下 北部及东北部天气会明显转凉 其他地区的白天高温可以到达20到25度 但随着冷气团逐渐南下 气温也将持续下降 台南以北跟宜兰低温将下探到14、15度 高平花冬则是在16度左右 接着带您来看山海气象 首先来到台东的兰雨地区 气温在19到20度之间降雨几率70% 台东太马里金峰大武达仁气温15到20度 沿平台东北南气温15到19度之间 海端池上观山路野气温13到18度之间 床冰成功冬河气温17到19度 瑞穗玉里浊西腹里气温5到17度 浊西要特别注意气温方面有点低 万荣凤林光复丰冰气温13到18度 花莲市吉安寿丰气温15到19度之间 秀林跟星辰气温15到19度降雨几率30% 宜兰的大同南澳气温在12到15度之间 往南走来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 气温17到19度降雨几率20到30% 泰武来以春日气温在15到19度 雾台三地门马家乡 天气形态 桃园纳马下茂林气温10到18度之间 降雨几率10% 嘉义阿里山乡气温10到12度 降雨几率不高10% 仍爱鱼池水里信义气温8到17度 降雨几率10% 台中的和平区平均气温9到12度 南中施潭泰安气温11到14度 关西尖15风气温最低在尖10只有8度 桃园的复兴以及新北的乌来 气温在11到15度之间 降雨几率50到70% 打热